飲冰水加重病情 食道磁碗不能症是一種吞煙障礙 由於下食道缺藥肌無法放鬆 導致食物無法進入胃中 一項刊登在《神經、衛牆病學與運動學》雜誌的研究顯示 飲用攝氏2度的冰水加重食道磁碗不能症的症狀 研究發現低溫會增加下食道缺藥肌靜止的壓力 延長食道收縮時間加重吞煙困難 飲冰水可能會人發偏頭痛 一項有669名女性參加的研究顯示 其中有51人大約8% 因為飲了一杯冰水而出現頭痛 研究還發現過去一年經歷過偏頭痛的女性 飲冰水後出現偏頭痛的可能性 是從未患過偏頭痛的女性的兩倍 另外早在197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 飲冰水會減緩健康受試者 被黏液流速 意味著對於上呼吸度感染患者來說 飲冰水會令到被塞的情況更嚴重 飲冰水對特定人群有益 接受化療的患者經常會出現微弱障礙 影響進食和營養狀況 國際分子科學雜誌2020年發表的一項動物研究顯示 飲用冰水減輕了抗癌藥物對小鼠 美國感知的抑制作用 研究人員認為 使用冰塊進行口腔冷凍療法 可能有助於預防抗癌藥物引起的美國障礙 還有一項隨機對照試驗顯示 在高溫下進行鐵人三項比賽時 運動員在比賽期間攝取冰水 可以提高運動表現 上飲冰水是身體信號 日本倉夫平城病院附屬針灸治療院中醫師殷立學表示 人體自身有調節溫度的能力 長期飲用冰水會抑制這種能力 導致身體的冷暖失調 飲用冰水也會損傷脾胃功能 脾胃掌管飲食消化吸收 脾胃功能受損會影響水分代謝能力 可能導致水腫腹腫等症狀 另外台灣維森中醫診所中醫師葉啟文表示 經常覺得熱到受不住 想灌杯冰水消暑可能是身體發出的不健康信號 終於將體內補充營養的物質泛稱為血 而將構成生命的能量或動力稱為氣 氣血兩種物質循環運行 維持各組織器官的平衡和穩定 當身體出現氣血不平衡或不足時 可能會出現疾病等情況 葉啟文解釋說 當全身氣血運行很暢順 排汗通暢時 能將身體多餘的熱帶走 就不會總想喝冰水 相反 如果氣血有餘了 就容易感到煩躁、口渴、想喝冰飲、吃冰品 這時候可以考慮找中醫師調理身體 自測是否適合冰飲 每個人的身體情況都不同 葉啟文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式 檢測自己是否適合喝冰水 方法就是用一隻手 握著一杯冰水 如果能握著一分鐘以上 並且沒有痛感 表示身體可以承受一定的冰飲 葉啟文解釋說 內臟的神經反應 沒有皮膚表面敏感 但是為不抗議 不代表他承受得住 如果手握冰水 沒有辦法超過一分鐘 代表身體不能承受這種溫度 直接進入遺中 這樣的人 就不適合喝冰水、吃冰品 此外 葉啟文提醒 以下的情況需要避免喝冰水 第一 生理期期間 冰水會令到氣血凝結 妨礙血液循環 在生理期喝冰水容易造成 驚痛、壞驚 有驚痛的人 在生理期的時候 也要少喝冰水 第二 肛運動完的時候 做運動後 抹手血管正在擴張 喝冰水會令到血管突然收縮 此時 只能夠喝常溫或瘟疫的水 當身體已經心平氣和 流汗也緩和了之後 才可以喝一些冰水